前高平溪藍核燕管理中心 黃信主任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全一位桃色風波聲簽喊咖 現在又傳出他有強大後臺 在前同事言中做事認真 而他在布輪鏈曝光之後 招判要賠償對方配偶二十五萬元 沒想到如今再被踢爆 兩人口氣都沒有受到影響 疑似有高層包庇 原來是有人爆料 他的舅舅就是前經濟部次長楊維甫 曾TC過水利署長賴建信 對於此案件南水局證實 但是否真的有靠山 不願多做回應 但強調目前兩名當事者 都已經調離原職 除了少了主管家擠外 大好的前途也因為個人行為受到 嚴重衝擊 《華爾新聞》總和報導